一场史上最大的泄密风暴正在令中国权贵和贪官们惶惶不可终日 一块存储量超过260GB的电脑硬盘被告密者送到了海外调查机构 其中包括大量中国顶级富豪向海外转移资产以及不法交易的详细资料 一旦公布一些原本潜藏很深的中共贪官将被暗图所记曝光于众 据大陆财经媒体报道 调查性新闻记者国际联盟在对澳洲一项涉及离岸公司及欺诈丑闻的调查过程中 获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个信息量超过260GB的电脑硬碟 其中包括200多万个邮件和50万份资料 涉及12万多个离岸公司或信托机构的秘密交易 而这些离岸公司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转移财产和逃税 在国外办离岸公司形式上是合法的 但是他们有可能实际上干着一些非法的勾当 也就是把财产转移出去 偷逃税收 还有把一些国有资产把它转变成境外的私人财产 其中存在着很多非法的事情 报道说 硬碟里的文件揭露了大量富豪在英属维尔经群岛 库克群岛 新加坡等地 开设离岸公司及银行户口的记录 其中涉及中国客户的讯息极多 中国权柜设立境外实体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避税天堂英属维尔经群岛 是中国牵扯最深的离岸地之一 那里成为了中国贪官洗钱的主要通道 岛上大部分资产都属中国富豪持有 他们开设了大量空壳公司 并利用复杂的公司架构 将巨额财富隐匿其中来掩盖腐败行为 在避税天堂开设离岸公司的 除了给予转移财产的贪官 还有少部分是因无法承担国内巨额付税 而不得不逃税的企业家 国内开公司税负负担非常重 那么他通过注册离岸公司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也可以成功的避税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首都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胡星斗认为 中国法治不健全 官员财产不透明 个人产权保护不完善等 都是造成中共官员和企业家向海外转移财产的部分原因 国内对高官对官员的财产 没有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 这样就是一些官员 他也对外转移财产 很多的私人企业家感到 在国内没有安全感 他们偷偷地转移财产 或者是通过注册离岸公司的方式 变相的通过某种合法的渠道 但实际上是转移了他的私人财产 在这次泄密事件中 不少客户资料信息明确显示了藏匿在离岸的秘密公司 和家族信托操作离岸资产的痕迹 而这些暴露在阳光下的姓名 不仅有一万富翁 公司高管 中产阶级 还有政界高官 国际军火商等等 随着泄密信息的不断披露 涉嫌其中的中国客户主动或被动的不法信息 都会逐渐浮出水面 据了解 各国媒体将会在4月15号 揭露更多相关细节 如果这个硬碟的消息解密 中国权贵的海外资产 公司架构 股权比例等权密资料 将大白于天下 他们煞费苦心隐藏的财富 也将会公诸于众 工程度或许多人